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高 好那节目一开始要告诉大家 这张图这张图是说什么 即时雨我们行政运说什么 40万剂的这个AZ疫苗 预计今天下午4点会抵台 好在最近听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怪怪的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即时雨三个字 用起来就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为什么 40万剂的这个疫苗 台湾有2000多万个同胞 这叫做什么 即时雨 怪怪的对不对 那应该这叫做毛毛雨才对啊 什么叫做即时雨 好那在这疫情严重的 这情况之下 还是要跟大家讲 在出门的时候 你一定要戴新的口罩 再讲一次 新的口罩 然后回到家 要常常洗手 用水洗手 好那如果你在出门的时候 有摸到其他的这个脏东西 那也可以随时用什么 用酒精来这样干洗手 那随身带一个 这个喷雾的 这个像这个喷雾的 这个喷酒精的 这个小罐子 干洗手 很有效很有效 好不好 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个 施打疫苗 好那这施打疫苗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那台湾的疫苗 当然是不够的 那在即时雨下来之后 还是不够 好这叫做毛毛雨 那接下来在6月份 会不会如同我们的这一个 驻外的代表 这萧美琴 这个所说的 6月份就有大量的疫苗进来 好那这7月份 会不会就有什么 我们的国产疫苗就可以施打 我们的蔡总统是这样子讲的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完蛋了 对不对 那这两个人都要这样 抓去面壁施过 好 随便胡说八道 对不对 不能这样子讲 总统怎么可以面壁施过 那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时间点 好那我们的台湾同胞 真的是这样 非常非常的急迫 需要这个疫苗 好那在疫苗到来之前 我再讲的是 戴新口罩 勤洗手 好那用水洗手 用酒精干洗手 常常用干洗手 应该还不错 好那另外一个 那我在节目上面 再跟大家多补充这三个 那请你一定要怎样 去运动流汗 不能外出 在家里做有氧运动 好不好 那第二个 请你用盐水来漱口 第三个 第三个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用酒精干洗手 你只要碰到 都来干洗手 好那这对于这个 我个人认为了 对于这预防 这个我们的新冠肺炎的 这疫情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今天新增的这个 公布的这个怎样 案例 这病例总共有275例 那这境外是8例 那其中本土病例是267例 那我们就不多研究是在哪里了 那这个昨天我跟大家讲过了 那有扩散 那你今天可以看到 这扩散的这个位置更多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地方是这个 这个 你有没有每天去看一下 这确诊病例 这确诊病例呢 40岁到50岁 50岁到60岁 60岁以上 基本上好像说确诊的人比较多 不管是男生女生 这确诊的人数 从40岁以上到60岁以上 好像确诊人数比较多 而且 而且 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这些 所谓的中高年龄的这些病人 这可能会比较容易 怎样 从轻症 快速的迅速的转为重症 这地方要请大家留意 要请大家留意 如果你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话 那这个更要 这懂得防疫 好那懂得防疫呢 那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下 这19号的这新增确诊病人数 这个人数 统计下来 到今天总共有2533的这个案例 在台湾发生 那在这个本土的例子是1386例 那1386例 死亡已经怎样 14例的 那还有53例是调查的 好那这扩散 这扩散的这个位置 你自己看一下 这台南高雄彰化台中 那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非常非常的这个 作为我们的这足科 会有比较多的问题 好那台中 台中也开始变多了 那也是不是一个好事 好那总而言之 在这个地方 大家留意的是什么 连续7天破百例 就会讲 第四级警戒 这是我们的卫富部部长 陈子中所说的 好那连续14天破百例呢 就要封城 好那对这问题呢 我们已经在先前已经这样超前部署了 对不对 超前讨论过了 好那这封城的问题 我们就不用再讲了 但是还是有人问我 老师 如果新北市台北市封城的时候会怎么样 好投资料 请你今天记得好不好 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台北市的这个东区的道路 台北市的中校东路 你如果住台北的 你就可以看一看就知道 这大概在哪里 我只会告诉你一下东区好不好 好那这个现在是涨成这个样子 这个车流量几乎是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所以这个时间点 台北市就已经感觉像是怎样 封城的样子啦 所以我们的台北市长早就已经讲了说 我们台北市就像是 类封城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接下来如果疫情严重 每天超过7天破百例 或者超过14天破百例 新北市封城 台北市封城会怎么样 其实也还好啦 其实也还好 那对这个工厂 这个晶圆厂的这个生产线 那在先前我们已经跟大家讨论过了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时间点还是一样 大家只要记得好不好 那在不能外出运动流汗 就请你在家里跳有氧运动 动一动 在家里动一动 比较不会无聊 那要记得用盐水漱口 那早上或者晚上睡觉之前 漱一下口 那常常用这个酒精干洗手 常常用这个酒精干洗手 只要你碰到东西 就喷一下 喷一下没有关系 好不好 好那这是这个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戴新口罩跟用水洗手 好吧 那这疫苗的问题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希望 好希望 我们这六月份 就真的有这个大量的疫苗进来了 希望我们的七月份 我们的国产疫苗 就真的可以这样 受到台湾的这样 什么卫福部的 紧急命令 就这样开始用了 对不对 好那真的是希望 好那这样子 股市的伤害会怎样 会怎样 会怎样 会很小对不对 头发我会告诉大家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接下来这个时间点 你会看到 这个因为这个筛减上的这个 这个设例越来越多 你会不停的看到台湾的这个确诊案例 确诊病例一直增加 一直持续的 一直有人在确准 但是对于股市而言 它会怎样 影响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马币 好不好 这请你一定要记得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现在 好那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个消息 当然就是以色列 这个地区的战争 好那本土疫情 我们就先不讨论了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这把眼光先放在国外身上 以色列的这问题 中东问题 现在我告诉大家 有一点曙光 美国跟中国大陆交恶 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不是这么的好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关系 越左越近 都是因为中东的问题 好那这中东的问题 中国大陆跟苏俄合作之后 美国想要自己的一个人去对抗 当然是不太可能 那在中东地区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 这以色列可以身为这个美国的代言人 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武力上面 当然是占有极度 伊朗跟美国和好了 你觉得世界会变怎样 当然答案 这个就直接就告诉你好不好 如果美国跟伊朗真的达成了这个协议 这个核武的这协议 这不管是什么协议 总而言之政治妥协了 中国大陆跟苏俄 也就是俄罗斯 那要对抗美国的力量 就会大幅的缩减 大幅的减少 那这样美国会怎样 美国未来会怎样 看到我的手了吗 看到越来越强大 好他已经很强大了 而且他还要继续强大 好就这么简单 好就这么简单 所以未来可能还是会怎样 完全都是受到美国的掌控 在全世界都是美国在掌控 好那现在 这问题 政治问题我们也先拿掉 地缘政治问题 我们也都不先躺了 好那现在看 总体经济的问题 这个世界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是什么 预期通膨 通膨 所以股市跌了 好那为什么股市在跌 因为美国FED会怎样 提早收回印钞票的资金 因为美国FED会怎样 暂停印钞票的 好这是市场上联想的 好 昨天我在节目上面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这叫做什么 理论上逻辑上面 都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但是在实物上面 真的会这样子吗 真的会这样子吗 从过去的美国FED的主席 柏兰克到美国FED主席 叶伦 再到现在鲍尔 这三任的主席 我会告诉大家 全部都叫做鸽派 前面两位叫做经济学家 鲍尔并不是经济学家 但是我会告诉你 他们就是鸽派 好那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时间点 全球都在关注 美国FED利率决策会议 利率决策会议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CPI数字跳起来了 好那在美国FED 到底什么时候要回缩资金 大家都在关注 那我会告诉大家 这边总共有 12345678 今年总共有8次的这个会议 那请问你 哪一次的会议最重要 你觉得哪一个 哪一个时间点 是4月29号 是6月17号 还是7月29号 又或者是9月23号 甚至于是年底 你觉得哪一次比较重要 都很重要 那你一定会这样说 老师每一次都很重要 好没有关系 好那我会告诉你 关于这通膨的问题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月份 当然是在 好不能讲 不能讲 好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投资展望 那我就一定会告诉你好不好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已经有稍微的暗示了 好那你想要知道的话呢 就请你成为我的这个 财经副成员的会员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知道 否则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好那你要如何成为 我财经副成员的会员呢 那在我头顶上面 有这个LINE的QR Code 你可以扫描加入 问一下 到底要怎样来加入 才可以成为我的会员 到底要怎样加入 才会享受到多一点点的优惠 好那都没有关系 LINE的扫描加入 就可以来询问 好不好 好那甚至你直接打电话 在我的名字下方就有这个 263-8299 263-8299 这一支电话号码 直接打电话进来都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本土疫情 好我已经解释过了 好那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有地缘政治 刚刚我们稍微讲到咯 那在这个总体经济上面 我们也带到了 那现阶段 那这个地方 到底你要去买股票 还是要卖股票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买股票 要买谁 好同志们这是第二个问题 昨天在我的节目上面 已经告诉大家了 讲得很清楚了 有绿电 有谁 电动车加5G 对不对 还有谁 好同志们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昨天的节目 好 台湾 台北股市的投资朋友 都疯 疯买台股 昨天疯气笑 没有买一堆 结果涨了700多点快800点盘中 还冲出去 有没有 拍拍手 厉害厉害 好 但是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我昨天在节目上面讲得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就直接讲股票 第一档股票 当然是告诉你 叫做鸿海 好那鸿海 我已经讲了多久了 好那鸿海这一档股票 到现在 感觉上要涨 感觉上又不想涨 感觉上好像涨不上去 感觉上又好像可以冲出去 好你操作怎么操作 好同志们 从过去的八九十块 我叫你买之后 涨到一路大涨涨到130 回落 好同志们 我又告诉你什么时候要加码 115块附近 对不对 好那再涨一波 再攻上去了 对不对 现在又跌回来了 请问你到底是怎样操作 到底你手中的鸿海 要继续的爆下去吗 还是要这边用力加码下去 还是要怎样 赶快停损卖掉 或者解码卖出 同志们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又告诉你 以产业的趋势上面的角度来看 以该公司的股价本益比角度来看 以该公司的经营获利的角度来看 续报这两个字应该是确定会有的 续报会有 但是你要不要加码答案不一定 但是你要不要在续报里面稍微的抽一点资金出来买其他的股票 那你就自己决定 这你就自己决定了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买几张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手中有多少的资金买鸿海 还会有多少的现金 你听懂吗 除非你来告诉我 除非你来告诉我 老师我现在鸿海有多少张 我手上还有多少现金 你直接来问我 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好不好 所以在这地方 鸿海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 买股票 买产业希望 第一档叫做鸿海 那这个地方拜登说什么 赤字1740亿美元要怎样 抵抗中国的电动车 所谓的这1740亿美元就是怎样 要补助 政府要补助 美国政府要补助 生产电动车 好那这商机到底有多大 你自己去乘以现在的汇率 好不好 自己乘一下 就知道了 好那在这地方乘出来的结果 你就会怎样得到这一行字 得到这几个字 因为数字够多嘛 所以这样就直接送你这几个字 鸿海不发达才有鬼 1740亿的这个美元 去补助电动车生产 好那得出来有没有 叫做鸿海不发达才有鬼 好那鸿海为什么可以 变成这样子 因为他结盟了这个FESC 跟国具跟谁 好是这样 这个英文比较难念对不对 STALENTIS 应该是这样好不好 两个重音 这个S跟L这边 两个重音 STALENTIS 那这个地方 这三间公司 投资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鸿海的布局 我会告诉大家 先抢夺美国的市场 在进军印度 欧洲跟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有没有布局 当然有啊 他的大联盟里面 MH里面大联盟里面 宁得时代就进来了 对不对 最近华硕的股价 非常非常的凶猛 今天的股价这样大涨 除了跟这个结盟 红海电动车商机有关 我在节目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过去我已经讲 华硕 华硕有没有 电子什么什么什么 电子上面就一定要有主机板啊 全球最厉害的主机板厂是谁 就是华硕 就是华硕 然后华硕 从那时候就开始 电高走高 电高走高 好那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就告诉大家 Intel接下来把他的Corey 12的 这个晶片怎样 改一下 电子的商机就怎样 更多了 那如果你年轻的话 如果你够年轻 这样子讲 回想一下 回想到你过去年轻的时代 投资没有 华硕跟Intel关系是不是最好 从过去电脑时代 Penton到Penton2 Penton3 华硕的骨架是怎么涨的 华硕的骨架是怎样 在Penton时代 甚至在Penton之前 投资 Intel CPU做出来 上面就是用谁 就是用华硕的主机板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关系密切啊 那这两个东西是相容性非常高的啊 为什么 因为华硕制造出来的主机板都要跟怎样 Intel的CPU这样 绑在一起啊 上面所有的界面 上面所有的插槽 全部都是跟CPU的这个设计有关 那现在Intel说我的Corex12也要这样大改版了 那谁会有商机 那你看到华硕今天强涨了对不对 那就不用多讲了 好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我们讲太远了 要讲红海才对对不对 华硕加入了MH大联盟之后 那红海怎样 再搞定了所谓的车厂 再搞定了所谓的零组件跟国具合作 那从电机电子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电池呢 电池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红海的这样黑科技对不对 红海的这电池的黑科技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固态电池啊 固态电池这个问题 那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我又再告诉大家 现阶段的红海董事长刘洋伟 直接就告诉大家 他希望红海的股价本益比可以拉高 为什么可以拉高 因为毛利会开始怎样增加 为什么毛利会开始增加 因为他的产品线开始在更改了 因为他的产品 这公司的经营的方向开始在更改了 因为这间公司这样 未来的前景越来越怎样 有光明了 所以股价本益比当然可以拉高啊 那以这个现阶段台湾的这个 台北股市的本益比的角度来看 大概平均在22点多倍啊 对不对 我们就算22倍就好了 以22倍的角度来看 红海目前的股价肯定叫做什么 低估两个字 肯定叫做什么 便宜两个字 就这么简单 好那你现阶段 你所中的红海到底要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敢买还是不敢买 敢加码还是不敢加码 要稍微的减码卖出 要不要 你自己决定啊 你自己决定啊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那我每天都有告诉你 红海手中的股票是怎样 续报 那什么时候要再加码 什么时候要再催下去 那就等着看 就等着看 好那这是红海 那在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地方 那在这时间点 这时间点 红海的股价 红海的股价 我们再看一下好了 这样子讲比较会有感觉嘛 对不对 好那这红海的股价呢 这是它的一个周K线 在这地方稍微拉回来了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头部的形态 但是这一根上涨的红K线 有没有它的支撑 有啦 非常强劲的支撑 因为这个地方 它就锁得紧紧的 那万一如果股市 突然有利空消息 有没有 本土疫情又这样四级 有没有又封城 股价如果踹下去 投资没有 请你想好 请你想好 踹下去到底是要加码还是买进 这样子讲怪怪的话 到底是要加码买进还是要卖出 自己想 自己想了 我就不多讲了 好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 自己看着办 好想要知道我怎么做 就请你来加入我会议一起资的行列 好那红海的股价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支股票 另外一支股票 跟电子股不太有关系 这支股票叫做 这一个国泰金 国泰金的股价呢 今天表现还算不错 那它在最近期的表现 感觉上好像 有没有跌 有啦 好像有涨 有啦 相对于这大盘的走势 相对于大盘的走势 好像怎样 比较密切 看起来 你看这个位阶 看起来好像比较 密切 而且比较强一点 对不对 那红海呢 红海就感觉就比较弱了 对不对 比较弱了 好这边有一个挑空缺口 红海到底会不会去测 这挑空缺口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那这国泰金到底在这地方 跟大盘走势非常的密切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有兴趣自己去查了 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这支股票是我讲 电子股以外的股票的第一档 好吧这近期告诉你的 好那这支股票 希望你可以多加的留意 那在这时间点 在这时间点的这一个金融股 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也自己去查一下 好那在这个日K线跟周K线 这个角度上面看起来 不是这么的漂亮 月K线稍微也有一个上涨的乖离 那但是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好这很大的优点 我刚刚说过了 自己去查 好吧自己去查 好那这个国内金我就不多讲了 那在这时间点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位置 这没有切换到 好我们重讲一次好了 这个 萤幕没有切换到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鸿海 鸿海的股价 鸿海的股价呢 那我说过了 这个地方你自己要研究一下 你到底要买进 是要卖出 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多讲了 这边有一个跳功缺口 它到底会不会去回补 到底要怎么回补 这是你自己要思考的 要观察的 好那国内金呢 国内金我们再重看一次 这个股价跟大盘来相比 感觉上就稍微的强一点点 对不对 强一点点 但是呢 它左是就比较这样 贴大盘的 对不对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再讲一次 有兴趣你自己去查 好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这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今天人家传LINE的这个讯息 好这讯息有点搞笑 早上被股市吓到 在中午呢 下午呢 就被这个疫情吓到 因为确诊人数 这个跳高 好那晚上呢 不小心会被这个台电吓到 因为要停电跳电 好那这种日子 想要真难过 想要跳水 结果又缺水 好 反正那这张图 当然是一个梗图 那这梗图呢 当然是这个搞笑的图 那我们这 对政府的这一个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不予置评 不予置评 但是这真的是怎样 完全反映出目前现阶段 台湾人民 我们台湾同胞 我们这台湾人 的这一个生活的这个处境 而这生活的处境 看起来虽然搞笑 但是怎样 又带有一点气氛 对不对 想要干狡一下 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 偏偏我们在这节目上面 不能乱讲话 好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只会告诉大家 看到这张图 你要想到是什么 缺电嘛 对不对 缺电 因为疫情 我刚才讲过啊 疫情现在就是疫苗的问题 疫苗会怎么样 就希望 希望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讲的是对的 希望我们的萧美琴 这个驻美代表 讲的是对的 要不然 这就真的是跳脚了 好不好 这疫情我们就先不讲了 好那 电啊 电啊 好那电 接下来如果台湾 真的是缺电 那绿电 未来的绿电 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你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我们未来 要弄核能核电补进来 好 同样核电补进来 那没有问题哦 大家都不会缺电 但是 现在全球都要搞什么 这要搞什么 节能减碳啊 好那这苹果 已经告诉大家了 那我未来 我的供应链 就这样 绿电 绿电 绿电要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我们台湾 再搞一个核电进来 我们的大厂 我们的这个台积电 这些苹果相关的供应链 我会告诉大家 他还是需要绿电 为什么 因为他要接苹果的订单 所以呢 这绿电就很重要了 但是偏偏绿电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怎样 风不一定会有 第二是什么 水嘛 对不对 水今天就是缺水啊 现在就缺水啊 好那 这个太阳人呢 感觉上还可以了 现在刚好是夏天 好那夏天一进来 太阳人的电 发电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 早上有电 晚上没有电啊 讲错了 早上有太阳 晚上没有太阳啊 这太阳人收集进来的电 要储存 所以储存相关的 这个概念股 就变成很重要了 好那这概念股 到底有谁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就会很 这一个股票 就会告诉大家 很清楚的答案 这支股票叫做台达电 台达电的股价 到目前为止 股价位置 跟这一个国泰金来相比的话 感觉上就没有这么的强劲 跟这个红海相比的话 感觉上好像好一点点 跟大盘的股价来相比的话 感觉上也好像 好像差不多 好那不管怎么样 台达电 台达电 除电的概念股 龙头 我讲的是龙头 另外一个 这间公司 它还有具有一个什么 工业自动化的产品 好那这工业自动化产品 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好 总之讲 如果你有去看过 这个南港展览馆 所这个展览 这个工业自动化 这个展览 你就会知道 工厂啊 一间工厂 里面要用电用水 里面的电机系统 里面的生产 运作 全部都可以电脑化 数据化 好那 这个月的用电 跟下个月的用电 跟这个 这个季度的用电 跟下个月 这个下一个季度的用电 好似乎好像有一个模式 好像可以稍微的预估出来 好 这工业自动化的产品 还不错 还不错 好 这支股票叫做台达电 以目前的股价线路来看 它当然是算是有一个 怎样 M头的一个形态 那在这地方的这紧线的股价 怎样锁得非常的紧 为什么因为这上涨之后 这边盘整了 这边跌下之后 当然这个位置就是支撑 那这股价锁在这地方 接下来到底会不会往上走高 那这个跳空缺口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有另外一支股票叫做中芯电 中芯电的股价呢 以日K线的角度来看 它就怎样相对比大盘稍微的弱势一点 好 那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它在这地方拉出了两根红K线 在这地方下跌 所以拉出了一根红K线 那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 突破了这个支撑 好 那今天这根红K线 是突破了这两根红K线的 这个支撑位置 那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当然就会比较往上走高的 几率会强啊 好 那在日K线上面出现了一些背里的买讯 那周K线稍微的要怎样 好像要触底了 要触底了 好 那在这个礼拜 今天是星期三 那明天后天 如果这未来两个假日 使得这个红K线 可以确定说红K的话 好 那我会告诉大家 要稍微留意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对不对 那这地方有一条颈线 那股价到目前为止 还是锁在这一条颈线的上方 好 只要股价不要跌破这个位置 这根红K线的缩盘价 好 这个40 对吧 46.6 好 那眼睛不太好 对不对 好 46.6 好 那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 好 那这股价应该会怎样 确定触底的几率很大 好不好 那操作上面就请你自己要留意了 好 那我再讲一次 夏天要来了 接下来台湾缺电 缺电上面 我们的绿电肯定是怎样 占很大的这个怎样 未来的前景就要看绿电 太阳能 水力发电跟风力发电 偏偏风跟水 那有时候爱来不来的 看上天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旨意 看上天的这个 这个情况 越来越重 好那这太阳能呢 那当然 当然不是每天都有太阳 但是 我们如果假设 每天都有太阳 偏偏白天有太阳 晚上一定没有太阳 所以呢 这除电 这除电 这个这个公司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好那这请大家留意一下 好那讲完了这两档股票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大家讲到我们的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的这台积电的股价 那在今天稍微的这个往下回落了 那再跌破587之后 这个股价是一路的往下灌 那灌下去 那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位置 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550 530 灌下去 跌破了 最低点518 当天我说过了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有钱的就买进 到目前为止股价没有大涨 但是感觉上应该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秀给大家看了 我有会员去买他的股票取货 买得到533嘛 对不对 530几嘛 那现在这个股价到目前为止收盘是567 肯定是赚钱啊 好那如果你运气好一点 可以买到520几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 好那运气差一点540几 好还是赚啊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 这户国神山的股价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要了 好然而在这5月份 我说过了 有三支股票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三档股票不涨 对于台北股市是坏事 第一档叫做台积电 第二档叫做鸿海 第三档叫做大力光 好那你现在看到了 这一个鸿海感觉乖乖的 大力光好像现在已经不叫股王了 那台积电的股价感觉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好但是投资票你必须要留意的另外一间公司叫做世界先进 好那是世界先进到底有什么好的呢 我只送给大家第下一个世代的半导体 好就这样子讲好不好 下一个世代的半导体就是这样子 好那你这你觉得他有什么好的 自己回去查好不好 下一个世代是什么 半导体 好那跟什么有关 跟车用电子又有关 所以电动车 好投资票下一个世代半导体发展的跟电动车 都会有息息相关 所以未来未来电动车商机 那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讨论过了 好在以电子产业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十年商机是年复合成长率多少多少 好受不了好不好 不知道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受不了的多 就这样就好了 年复合成长率有没有受不了的多 自己查一下好不好 自己查一下 好 5347的这四千线线到目前为止的股价这块线上面呢 出现一点点这个触底的味道 好那在你操作上面呢 好那我会建议大家好这个好上涨的时候不要过度去追价 但是下跌的时候呢 好可以好稍微的去找买点没有关系 好稍微去找买点好 资金要分批买进好不要一次买光好所以叫做稍微的去找买点好不好好那我讲的非常快哦那总言之我就不用再多讲了你想要知道想要赚钱的就只有一条路加入我会远一起赚的行列那如果你觉得你很高竿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自己操作好不好就自己操作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做什么国泰金这支股票叫做什么� 红海对不对好那另外三档当然是盖牌盖下去啊对不对我已经对大家很好了哦红海国泰金已经告诉大家哦弯腰减黄金投资没有弯腰减黄金这两档股票讲得很清楚了好如果你没有赚到你不要来怪我了好如果你是我的会员好如果你是会员这两支股票到底要怎么赚好你肯定会知道好看着信息交 另外这三档股票另外这三档股票到底是谁你是我的会员好我一样会告诉你你是我的会员你一定会知道就这么简单相反的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又想要赚头顶上有LINE AT QR Code扫描来加入询问一下到底你要怎么参加我的会员我的名字下方有这个0226538299的电话号码一样 可以请你打电话进来询问我们线上助理那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我讲过了弯腰减黄金你要减什么股票你有权自己去思考一下但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会员就是减这行就是减这样的黄金这种黄金到底是99999纯金还是9999纯金还是假的黄金 你这样子讲就怪怪了对不对当然不是99999没有99999这五个9就是9999四个9好不好纯金哦纯金哦好吧好那在大盘的这个线路上面我们赶快看一下GK线这个多方动人是比这个持续的增强的是比昨天增加的17.6%那空方动人的这个强度在这个周边线上面是怎样继续增强的增强的强度是比上个礼拜 大概增加了25.7%那空方动人持续开始转强就是在月K线上面对于大盘的这个解析我们稍微的稍微的讲一下这时间不够了好来看一下大盘的这个这个线那在今天它是持续量缩的量缩低于的五日均量值跟十日均量值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他持续的大于这65日均量值所以他还没有怎样很少好那对于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我已经用月K线的这个这个这个K线 月K线的角度已经告诉大家了好量价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月有机会比上个月怎样成交量再创历史新天亮 换句话说未来叫做什么量仙价型好投资料你现在没有办法感觉到没有关系因为你认为本土疫情非常的严重台湾台北股市可能完蛋了 国外好像战争好像一直一发不可说死但是我会告诉大家我们刚刚讲过了你认为美国跟伊朗有没有机会达成协议 有没有机会 如果会呢 那你会怎么样你自己思考一下那如果你问我老师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会 就是会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总体经济好在通膨那通膨好我已经说过了美国FET地区决策会议四月份有六月份有后面七月份也有那到底是哪一个月最重要 你不知道我的会员会知道好不好好就这么已经就这么简单想要知道这行情的怎么变化好那当然好在当我的会员好每天所看我的这个 所锁定我所录制的这影片会员专区的影片好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很明了了好不好好那这大盘的月K线在这地方带出来是怎样亮亮成交量有可能亮仙价行 所以短线上面的日K线我说过了只要接下来每天都大于3000亿你就不要太过紧张接下来行情会怎样变化会怎样亮说出现震荡还是亮说出现量价背离都不用太过紧张为什么因为月K线已经在3千亿的 在上面已经告诉你了未来会怎样会有机会好那周K线到目前为止它当然是空方道能持续增强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这个礼拜的增强强度比上个礼拜减少了好那上个礼拜是怎样创的历史清天亮的这个周K线那这个礼拜我说过了不管你怎么看怎么加这根这根成交量肯定不会比这根大好那跟这根可能会差不多 那这个地方亮说说一个红K线你应该怎么解读应该怎么解读不知道对不对好我再给你一个暗示请你思考一下月K线好不好就这样子好那这地方我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对大盘的这行情接下来的这个走势那我会告诉大家 请你不要太过在意 本土疫情接下来确诊的这个人数 请你不要太过在意 接下来台湾台北到底会不会封城 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接下来在台北股市弯腰减黄金 你要减什么股票你要减99999的纯金你要减9999的纯金还是减乱七八糟的黄金 投资没有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不好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好那大盘的这个周K线 日K线跟这个月K线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好那如果你在操作上面还有任何的问题请你在我们YouTube下方点选这个财经护城河这个股票咨询的申请表 点出来这个网址之后呢就会有这一张图这张图你可以填写一下姓名电话 跟你想要询问的股票那在最后再怎样提交提交送出 当然这边有三个问题请你点一下好提交送出之后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个助理来再跟你回复 那请你一定要怎样有诚心的这个留下电话姓名好不好 好那在在这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 操作上面你需要一个怎样有实力又稳健的老师 好这段时间股市非常的让震荡非常的震荡 你觉得做得好不好赔钱了对不对 好赔钱到底是怎么赔的投资啊 好不一样哦那股票操作我们手上也有股票啊 我也公开跟你讲啊我们也有电子股啊电子股股票市场跌的时候 因为我们电子股有没有跌有跌啊但是我们手上有毛宝有恒大币显单大涨了啊是不是不一样 在股市大跌之前4月28号4月28号我就已经提醒大家了 我没有马前炮股市大跌之后我没有叫你减黄金 有没有叫你买有啦哦有啦哦好不好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你需要一个有实力又稳健的老师好不好 好那这是这一个中天财经频道的情语你自己看一下 好那这时间点看完了请你帮我按个赞 请你帮我订阅甚至帮我分享给你的这个这个周遭的好朋友都可以 那订阅之后呢一定要开启你的小铃铛 影片上传之后就会怎样通知你的好最后好坑的一定要告诉你 带枪投靠吸收不良会期 投资朋友如果你认为跟着其他的老师做得不好 如果你跟着现在的老师乱七八糟 带你乱射飞标有没有 乱射飞标乱买又乱停损 请你带着你的会期来加入我 财经护城河的会员 现阶段带枪投靠 吸收你不良的会期 电话2653-8299 02-2653-8299 我头顶上有这个LINE8的QR Code 请你扫描加入来询问都可以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节目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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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